韩国预教室活动一场接一场 谈的一名高职公民老师是超级韩粉 他所教授的学生向苹果新闻网爆料 老师挺韩挺到课堂上 这一辈子就挺不带放座 明月过来说话都挺不带的 因为我早点不懂 明月我早就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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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听不懂 但我没有始终所谓 爆料学生看的公民老师的脸书 里面全是支持韩国瑜的言论 只要是韩流造势活动 几乎无译不语 另外在立院通过同婚专法后 老师在课堂上播放反同婚的影片 还批评政府怠惰 校方表示 接获检举后 即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并针对公民老师教的课班 抽样访谈学生 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认为他有太大的一个 苹果 比较特别的口头 愿意提醒跟高见 希望未来在这样的 比较会有政治因素存在的这种课程 让特别的今天申请 苹果新闻网透过学校联系这名公民老师 但他不愿受绑 校方转述 他谈到韩国瑜是在讨论时事 不是强迫学生接受 播放反同影片 是在讲股权宪法的架构 以及公共是人民执行的创制跟复决权 让学生思考正反意见 以后会注意言行 动新闻台南报道 来爆料 每月有赏60万 一经录用 现报1000 照片1000 影片2000 每周点击的冠军 讲10万 月冠军再赏20万 你敢爆料 我敢给钱